新聞一開始來看台語文創文区 基本一年一度 危機三天的台語處理文化贏 122名邀請進來贏完 還有跟中市全港岸台北 帶到小孩來講話參加 為了要將議員處理想辦法 這回文化贏 再來結合到報題是台語官邀 領替台語配音 領警察的主題 讓小朋友輕鬆快樂來說台語 台語處理文化贏 我當時開始就很處理 台頂的大哥哥大姐姐 用台語歌揣小朋友的心 處理家對當年起印 很多小朋友來參加 雖然這是第一天 不過小孩都已經生得很高興 也在休息當中學了很多台語 我跟台語 又感覺很好爽 怎麼好爽 就是跟台語很特別 因為來這裡有這麼多好爽的 活動 還有可以交到生的朋友 講台語吃歡喜也很趣 學生說學校講台語 就能跟阿公阿嬤開港 跟阿公阿嬤就沒有苦力 台語可以跟別人交通 然後還可以跟阿公阿嬤說話 我感覺很好爽 學台語有什麼困難的地方嗎 其實沒有 你只要用心去學就沒有困難 贏對主辦單位表示 台語處理文化已經辦了幾個年 按一開始的一天到今年的三天 報名參加的人數 也一年比一年更多 甚至有位台北 就來中華開飯店也要參加 結果是爸爸媽媽從台北 帶孩子來開廚館 你只要來參加 還不是這裡 爸爸媽媽在哪裡越高 所以我們感覺有不值得高齡 因為我們感覺說 孩子可以在很輕鬆很自然的環境 我們的所有的安排 是都比較自然 比較生活得到的 讓他們沒有壓力 祖親語講條 台語靈靠漸漸流失 為了恩秀議員的審命 家長應該高齡的孩子 合是台語講台語 讓我們的母語受到中心 可以繼續團繫下去 大中華新聞 張世良 中華 蔡鳳報道 來自從來的 大中華 我的牧場 二年